甘热也是从这个球队建立到现在的马上要去冲超的这么一个比赛 都在球队当中 这里是联赛席位的生死掉量 这里是中超大结局最后的悬念 欢迎来到由腾讯局带来的2021赛季中超联赛 升降级附加赛第二回合 大猎人对成都荣城的比赛直播 时刻都不能走神 要保持非常的专注 看起来直接往门里宣 进去里面再点到门前结尾 董延峰门线上的救线 看起来还是打击点 点非常漂亮啊 一个前点 甘热再起 落点一般 外围还有 看甘超直接打门了 这也是一个心态上的这种变化 是 一对三抹进来 第四个还过 直接打 前面的过人非常霸道 但是最后啊 在门前发力过 队友是没法去接了 所以对于成都来说 怎么去限制拉尔森也是非常重要 他是很活的 看这球 开到后点 全倒地 一对一抢到 第二下 投球再抢 站起来 达尼尔森 外围打一跤 打到门路上 漂亮 来自于黄家辉 左脚的攻门 看刘斌 上来 左脚 地平球 天庭 再打 有边线 这球没有打上力量 达尼尔森 拿下来 看通雷 看进去里面 小安欢在跑 达尔森 内部向自己突 球权又拿到脚下 倒地了 外围 自己打 大中央也上了 中锋也在 因为他的任准球 都是演练过的 所以你给成都队 很好的这种时间 和选择去选择 你看 开起来 投球 这就是威胁 所以下面条 这大连队 一定要尽可能地 去避免 这个前场的犯规 两边也都没有做换人 到进去里面 有机会 直接打门 这球啊 打到了 这球也进了 所以大连 想拿回球权 赵旭是中场的 运筹帷幄很重要 再调 去里面 门将出来 虚晃一枪 罗姆罗 打门 深扑 精彩的扑救 来自于当初 但尼尔森这次防守啊 没有给刘尔凡 任何的这种 向前的机会 还是给刘尔凡 左脚直接打门 远端还是通的 误打误放 到门前 张岩的救险 更多的给童蕾这种 很轻易的 传众的机会 再起 投球一操 到门前 非常有威胁 刘尔凡 刘尔凡 外围罗姆罗换左脚 抄身球变现 球进了 72分钟 成都荣城 凭借着罗姆罗 在进去外的远射 有一个变现 1比0领先了 这球确实有一个运气的成分啊 有一个变相 而且主要进攻点 对于他的这种防守啊 还是 不够针对性啊 丹尼尔森 用了一整场球 真的是 滴水不漏 但这个球 又有什么办法 确实这个球 对于张冲来说 其实也不能怪丹尼尔森 看刘尔森给丹尔丹 那个董言锋 拉出来 自己打门 看一看 这个球啊 看一看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丹尼尔森 和菲利佩的这一下接触 这个球 就看裁判怎么去判了 完全没有必要啊 这个球 对 示意 没犯规 这会儿 知道了 控 裁判一声烧响 比赛结束了 成都荣城 两回合 一胜一平 总比分2比1 战胜大连人 成功的杀入中超 十年了 四川足球 成都足球 十年的时间 终于重新 回到了中超联赛 他们不是想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 而是十年前失去的东西 他们要亲手拿回来